Standard Course HSK 3 欢迎来到中文学习课堂 一起学习HSK 3 级课程吧 HSK 3 级 第 20 课 我被它影响了 In this lesson, we will learn the base sentenc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文一的生词 第一个生词,照相机 请大家跟我读照相机 照相机 如果你去一个地方旅游 你觉得那里很美 想留下一些照片 回去以后跟朋友们分享 那么你该怎么做呢? 对,you need a camera to take photo 你需要一个照相机 他正在用照相机拍照 拍照 means take photo 照相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正在用照相机拍照 也可以说 他正在用照相机 照相机 很难过 很难过 请大家跟我读 难过 难过 难过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会难过呢? 对,有的同学说 没有通过考试 因为没通过考试 所以他很难过 还有什么时候会比较难过? 对,丢东西 我最喜欢的笔丢了 我很难过 我的照相机坏了 我要去买一个新的 在买照相机的时候 我要付钱 用什么呢? 可以用现金 Cash 还可以用什么? 还可以用Credit Card 信用卡 请大家跟我读 信用卡 信用卡 你有信用卡吗? 如果还没有 你可以去银行申请一张 昨天 我申请了一张信用卡 请大家注意 The major word for credit cards is 张 一张信用卡 我们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还钱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Keep our promise 用汉语说 就是讲信用 Keep our promise 在汉语里是讲信用 我们用信用卡买什么? 可以买很多的东西 去哪儿买呢? 可以去商店 还可以上网买 现在在中国很流行网上购物 Shopping online is very popular in China 我们在网上买完东西 就可以在家里等待我们的包裹 With our package 昨天快选员给我打电话 说我的包裹已经到楼下了 我很高兴 所以立即下楼去取 下楼以后我才发现 哎呀 我没有带钥匙 我的钥匙呢? 原来钥匙被我忘在桌子上了 没有钥匙 我就不能进到屋里去 哎呀 怎么办? 我被关在门外了 真是太糟糕了 不仅是我 麦克也有点不高兴 好像 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情 怎么回事呢? 麦克今天早上起晚了 所以他就急急忙忙去坐地铁 出了地铁站 他发现下雨了 但是他没有伞 他的伞呢? 原来他的伞被他忘在地铁上了 没办法 麦克只能快点跑去学校 因为跑得太快 在过马路的时候 麦克差点被车撞了 不过还好 他没有受伤 麦克快速地跑到学校 不过他还是迟到了 他迟到了半个小时 老师很生气 就批评了他 麦克被老师批评了 心情很不好 在这里 我们使用了被字句 来表达被动的意义 在这些句子里 被的前边 是句子的主语 也是动作的接受者 被的后边 是句子的兵语 也是动作的发出者 无论是老师被关在门外 还是麦克差点被车撞 被老师批评 这些都是让人不愉快 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被字句常常表示 说话人觉得不好 不愉快 不希望发生的情况 被字句的结构是 A 被 B 加上动词 加上其他的成本 请大家注意 在被字句里 动词的后边 一定要有其他的词 不可以单单是一个动词 这个和把字句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其他的成分 可以是什么呢 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 动词的后边 加上在 再加上地方 A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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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plus地方 比如 我的书被妹妹扔到地上了 第三种情况 动词的后边用给加上人 a plus被 plus b plus verb plus给 plus人 比如 我喜欢的那套房子被卖给别人了 第四种情况 动词的后边用结果补语 a plus被 plus b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result 比如 我的新衣服被他拿走了 第五种情况 动词的后边用上趋向补语 a plus被 plus b plus verb plus complement of direction 比如 照相机被我放进书包里了 第六种情况 动词的后边用上了或者一下 a plus被 plus b plus verb plus the o 一下 比如 我的点心被哥哥吃了 在这些被字句里 也可以用叫和让来代替被 但是不同的是 被后面的宾语如果不需要明确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叫和让后边一定是要有宾语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他的自行车被张东骑走了 第二个句子 他的自行车被骑走了 这两个句子里都用到了被 被的后边可以有宾语 也可以没有宾语 所以这两个句子都是正确的 下面两个句子 下面两个句子 他的自行车叫骑走了 他的自行车让骑走了 在这两个句子里面 我们用到了叫和让 叫和让的后边一定是要有宾语的 但是这两个句子没有 所以这两个句子是错误的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练习 请大家用被字句来描述下面的图片 Please describe the picture with被 这张图片里 这个人正在等车 他的后面有一个小偷 在偷他的钱包 所以他的钱包怎么了呢 对 他的钱包被小偷偷了 这张图片 他戴了一个帽子 但是因为风太大了 所以他的帽子怎么样了呢 对 他的帽子被风吹掉了 因为风比较大嘛 被风吹掉了 下面一幅图片 他有很多的玩具 但是妈妈觉得他长大了 不需要这些玩具了 所以他的玩具怎么了 对 对 他的玩具被妈妈送给别人了 好了 学完了被字句 我们来看一看课文一 首先请大家听课文一的录音 课文一 在修械室 在修械室 Text woman in the lounge 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 怎么找不到了 你在找找 是不是没带来 我找了 没找到啊 别难过 再买一个吧 公司东门外 不就有一个大商场吗 但是我这个月信用卡里的钱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听完了录音 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课文 请大家跟我读 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 怎么找不到了 你再找找 是不是没带来 我找了 没找到啊 别难过 再买一个吧 公司东门外 不就有一个大商场吗 但是我这个月信用卡里的钱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读完了课文 请大家看一看小丽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这个月信用卡里的钱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这里花得差不多了 是什么意思呢 对 意思就是 钱快花完了 钱不多了 快没有了 读完了课文 请大家根据课文内容 判断下面四个句子是对还是错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小丽找不到东西了 这个句子对不对呢 课文里 小丽说 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 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 怎么找不到了 我找了 没找到啊 从这几个句子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 小丽真的是在找东西 她的东西找不到了 所以第一个句子 所以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 第二个句子 小丽的照相机被别人拿走了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对不对呢 课文里 小丽说 我的照相机被谁拿走了 我找了 没找到啊 从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小丽带了照相机 但是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可能是被别人拿走了 所以这个句子也是对的 第三个句子 同事准备送她一个新的照相机 这个句子 对还是错 课文里 同事说 别难过 再买一个吧 公司东门外 不就有一个大商场吗 从这句话里 我们可以知道 同事建议小丽 买一个新的照相机 并不是准备送她一个照相机 所以 这个句子 是错的 第四个句子 小丽没有钱 买新的照相机 课文里 小丽说 我这个月 信用卡里的钱 已经花的差不多了 从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知道 小丽是没有钱 买新的照相机的 所以 这个句子 是对的 好了 接下来 请大家 跟我一起 复述课文 retell the text 小丽的照相机 找不到了 不知道被 不知道被谁 拿走了 同事 建议她去 建议她去公司 东门外的商场 买一个新的 但是小丽说 她这个月 她这个月 钱花的 差不多了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 被字句的 几种相关的句型 并且 学习了课文一 请大家课后 完成下面的作业 rewrite the sentence 把下面的四个句子 都改成 被字句 第一个句子 我弟弟 打碎了 那个杯子 第二个句子 我摔坏了 自己的眼镜 第三个句子 小王 把我的笔 弄丢了 第四个句子 公司派我去 国外工作 Today we will continue with lesson 20 我被他影响了 This time we will learn the text too 首先 我们来一起 复习一下 上次课 学习的内容 上次课 我们学习了 被字句 那么什么时候 我们要说 被字句呢 来看一下这个 小刚 在打扫房间 不小心 把妈妈的咖啡 碰撒了 这时候 妈妈进来了 看见地上的咖啡 就问 咖啡怎么撒了 那么大家觉得 小刚 该怎么回答 对 小刚应该说 咖啡 被我 碰撒了 上次课 我们还学习了六个常用的被字句的句型 第一个 第一个 A被B加动词加在加地方 第二个 A被B加动词加到加地方 第三个 A被B加动词加给加人 第四个 第四个 A被B加动词加结果不语 第五个 A被B加动词加趋向不语 第六个 A被B加动词加了或者一下 请大家注意 在被字句里面 动词的后边一定要有其他的词 不能单单只是一个动词 这一点和把字句是一样的 在被字句里 被的前面的A是句子的主语 也是动作的接受者 被后边的B是句子的宾语 是动作的发出者 在不需要明确发出者的时候 被后边的B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在口语里 被也可以用叫和让来代替 但是不同的是 被后边的宾语 可以省略不说 但是叫和让后边的宾语一定要有 上次课老师给大家留了四个句子 让大家把这些句子 改写成被字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句子 我弟弟打碎了那个杯子 在这个句子里 动作打碎的发出者 是我弟弟 应该放在被的后边 打碎这个动作的接受者是 那个杯子 那个杯子 应该放在被的前边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是 那个杯子被我弟弟打碎了 第二个句子 我摔坏了自己的眼镜 在这个句子 在这个句子里 动作摔坏的发出者 是我 应该放在被的后边 动作的接受者是眼镜 应该放在被的前边 所以这个句子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是 眼镜被我摔坏了 第三个句子 小王把我的笔弄丢了 在这个句子里 动作弄丢的发出者是小王 接受者是我的笔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是 我的笔被小王弄丢了 第四个句子 公司派我去国外工作 动作派是由公司发出的 那么动作的接受者是谁呢 是我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是 我被公司派去国外工作 之前我们学的是 被字句的肯定形式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被字句的否定格式 该怎么说 请大家看一看 右边的这两幅图片 爸爸去买水果 小偷看见了爸爸的钱包 想去偷他的钱包 但是这个时候 爸爸发现了小偷 那么小偷偷走了爸爸的钱包吗 没有 没有成功 那爸爸的钱包怎么了呢 他的钱包 没被小偷偷走 所以 被字句的否定格式 是在被的前边 又上否定副词 没 A plus 没 plus 被 plus B plus verb plus other elements 我们来看 下面几个练习 用被的否定格式 描述下列图片 Please describe the picture with negative form of 被 第一幅图片 他的词典被小偷借走了吗 他正在看词典 所以 他的词典被借走了吗 对 没有 他的词典 没被小偷借走 下面一个 树 被风 吹倒了吗 风很大 但是 树倒了吗 没有 没倒 所以 树 没被 风 吹倒 下面一个图片 鱼 被猫 吃了吗 小猫 正在看 鱼缸里的鱼 鱼被吃了吗 没有 鱼 没被猫 吃了 除了 肯定 肯定 行事 和否定 行事 还有一些情况 也要用到被字句 比如 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下了大雨 我没有带伞 所以 会怎么样 我会被淋湿 我会被淋湿 是不是一定会被淋湿 是的 肯定会被淋湿 我肯定被淋湿了 因为下了很大的雨 我没有撒 我肯定被淋湿了 下面一种情况 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traffic accident 有人受伤了 那么受伤的人要怎么样 对 受伤的人要被送到医院 第三种情况 我和我的哥哥长得太像了 所以 我和哥哥经常被别人认错 也就是说 在被字句里 如果要使用副词 或者是能愿动词 应该放在被的前面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个人 他倒霉的一天 今天早上 他起晚了 想吃点面包 就去赶地铁 可是发现 面包 被室友 怎么了 对 被室友吃了 没办法 他只能饿着肚子 往地铁站跑 到了地铁站 因为晚了一步 地铁的门关上了 地铁的门关上了 他就不能坐地铁了 他怎么样 对 他被关在门外 不得不等下一班地铁 好不容易坐上地铁 结果出了地铁站 就下大雨 他没带雨伞 所以全身都 对 全身都被淋湿了 到了教室 老师让同学们交作业 他打开书包一看 哎 作业 没有 作业去哪了 作业被忘在宿舍了 说完了 这个人的倒霉事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课文二 首先来看一下课文二的生词 第一个词 关心 请大家跟我读 关心 关心 关心是一个动词 means careful 很多人工作或者上学 是跟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的 那么我们就不知道 父母的身体怎么样 父母也不清楚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每周都给父母打电话 关心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学校里 老师也很关心我们 老师很关心我们的学习 老师关心同学们的学习 希望同学们都能get a good result 取得好的成绩 请大家跟我读成绩 成绩 成绩可以是考试以后我们得到的分数 也可以是比赛后我们的结果 比如 因为考试以前我没有好好准备 所以成绩很差 这次比赛他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汉语里我们常常说取得成绩 这里取得就是get 好 下面一个词 只有 请大家跟我读 只有 只有 我们都知道一些结果的出现 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 比如 你想在考试里取得好成绩 那么你就需要好好准备 你想去美国留学 那就需要学好英语 在汉语里 用只有 才来表示满足条件后出现一定的结果 只有 才 is used to connect the two clauses of a conditional complex sentence 只有 introduce the one and the only condition and after and after 才 it is the result which will be reached only if the set condition is met 比如 只有写完作业 才能看电视 只有好好准备 才能取得 好成绩 只有 只有学好英语 才能去美国留学 在这些句子里 只有的后边是条件 才的后边是结果 条件完成了 才可以取得 这些结果 这儿有三个句子 请大家仔细考虑 把它们补充完整 第一个句子 你怎么学的这么认真 妈妈说 只有学的好 学的好会怎么样 对 只有学的好 才能考的好 第二个 最近 你怎么吃的 越来越少 男朋友说 只有瘦的人 瘦的人会什么 对 只有瘦的人 穿衣服 才漂亮 第三个 你怎么 又出去锻炼啊 爸爸说 只有常常锻炼 常常锻炼 会带来什么 是的 只有常常锻炼 身体 才好 学完了 生词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首先 请大家 听课文的录音 课文二 在教室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体育来了 我的男朋友喜欢看足球比赛 我被他影响的 看来只有爱才能让人有变化 是啊 为了 为了和他的爱好一样 我天天看球赛 除了足球 他还影响你什么了 我最近天天上网玩游戏 我的成绩差极了 听完了录音 我们来一起读一遍 我们来一起读一遍课文 请大家跟我读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体育来了 我的男朋友喜欢看足球比赛 我被他影响的 看来只有爱 才能让人有变化 是啊 为了和他的爱好一样 我天天看球赛 除了足球 他还影响你什么了 我最近天天上网玩游戏 我的成绩差极了 课文里 小明说 看来只有爱 才能让人有变化 在这个句子里 看来表示的是一种判断 常常用在聚首 比如 今天从早上就开始下雨 到了晚上雨还是很大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看来今天的雨是不会停了 再比如说 昨天你的朋友告诉你 他不舒服 想在房间里休息 不能陪你去商场买衣服了 可是今天你却听说 他昨天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你发现他骗了你 你也可以说 现在看来 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再比如说 爸爸说他晚上回家吃饭 可是一直到了晚上九点 他都没回来 这时也可以说 看来爸爸今天晚上 不回家吃饭了 课文里 小明说 除了足球 他还影响你什么了 在这个句子里 影响是一个动词 means effect 比如 不能让玩影响学习 爷爷的话对我影响很大 影响除了作为动词 他还可以作为名词 作为名词的时候 常常用在对什么人 或者什么事情 有或者没有影响 这样的结构里面 比如 这件事对他没有一点影响 环境对人的成长 有很大的影响 回到课文 请大家仔细阅读 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朋友为什么突然关心体育了 对 因为他的男朋友喜欢看足球比赛 他被影响了 第二个问题 小明觉得什么可以让人有变化 小明觉得只有爱才能让人有变化 第三个问题 除了足球 朋友的男朋友还对他有什么影响 朋友天天上网玩游戏 成绩差极了 通过课文 我们可以看到 朋友的男朋友 对他有好的影响 还是不好的影响的 天天上网 天天上网玩游戏 没有时间学习 成绩很差 这种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和学习里 一定要拒绝这种不好的影响 好了 下面我们来一起复述课文 因为被男朋友影响 朋友开始 关心体育 天天看足球比赛 除了足球 为了和男朋友的爱好一样 朋友天天 对 天天上网玩游戏 所以成绩怎么样 成绩差极了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被字句的否定格式 以及在被字句里 如果有能源动词 或者是副词 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还学习了课文 即生词 下课以后 请大家完成下面的作业 Please tell whether the sentence is correct or not 请大家判断这四个句子 是对还是错 如果是错的 那么正确的句子该怎么说呢 第一个句子 我的衣服让雨湿了 第二个句子 这本书被还没翻译成汉语 第三个句子 我的杂志差点被妈妈卖 第四个句子 你的礼物被我已经扔进垃圾桶里了 We will continue with lesson 20 我被他影响了 This time we will learn text 3 and text 4 首先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上次课学习的内容 上次课我们学习了被字句的否定格式 以及在被字句里 副词能源动词的位置 被字句的否定格式 我们用到了否定副词 没 把没放在了被的前边 a plus may plus bay plus b plus verb plus other elements 被字句里如果有副词或者能源动词 这些词应该放在被的前边 上次课我们还学习了一些生词 大家还记得这些词怎么读吗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遍 难过 难过 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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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 成绩 只有 只有 照相机 照相机 信用卡 信用卡 好了 现在轮到你们自己来读了 找到你们自己来读一遍 没有 在那里 中文 有 词 词 有 词 词 有 词 上节课老师留给大家四个句子 请大家判断这些句子是对还是错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句子 我的衣服让雨湿了 这个句子对不对呢 这个句子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被字句里 被字句的主语是动作的接受者 也就是说在被字句里 动词一定要是急误动词 而在这个句子里 动词湿不是急误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说 我的衣服被雨淋湿了 第二个句子 这本书被还没翻译成汉语 这个句子对不对呢 这个句子也不对 因为在被字句里 否定复词没应该放在被的前边 所以这个句子要改成 这本书还没被翻译成汉语 第三个句子 我的杂志差点被妈妈卖 这个句子对吗 这个句子也是不对的 因为在被字句里 动词的后边一定要有其他的词 不能单单只是一个动词 而在这个句子里 动词卖的后边没有其他的词 所以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改成 我的杂志差点被妈妈卖了 第四个句子 你的礼物被我已经扔进垃圾桶里了 这个句子对吗 这个句子还是不对的 因为在被字句里 副词应该放在被的前面 在这个句子里 副词已经放在了我的后边 所以是不对的 应该说 你的礼物已经被我扔进垃圾桶里了 好了 复习完了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课文三 课文三比较简单 是朋友和大卫在饭馆聊天 他们在聊大卫和他的哥哥 我们先听一下课文的录音 课文三 在饭馆 Text 3 In the Restaurant 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 是你哥哥吗 他和你长得真像 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 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 才能分出来 哪个是哥哥 哪个是弟弟吧 除了父母以外 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 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 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我们住在同一个楼 同一个房间 听完了录音 我们一起读一遍课文 请大家跟我读 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 是你哥哥吗 他和你长得真像 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 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 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 才能分出来 哪个是哥哥 哪个是弟弟吧 除了父母以外 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 你们两个除了长得像 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我们住在同一个楼 同一个房间 课文里大卫说 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 在这个句子里 认错意思是看错 常常是说 两个人因为长得比较像 而看错 比如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哎呀 我又认错了 我以为你是哥哥 除了这个意思 认错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承认错误 admit your mistake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 做错事情后 就要认错 老师很生气 快向老师认错吧 课文里朋友说 只有你们的爸爸妈妈 才能分出来 哪个是哥哥 哪个是弟弟吧 在这个句子里 分 是一个动词 means distinguish 常常和出来 或者清楚 在一起 说成分出来 或者分不出来 分不清楚 比如 这两个书包 差不多 你能分出来 哪个是你的吗 我常分不出来 日本人和韩国人 每次走到这儿 我都分不清楚 东南西北 以前我们也学过分 但是那个时候 分是作为名词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作为名词 分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问你 现在几点了 你要回答什么 对 你要回答 现在十点十分 这个分 意思是minute 昨天考试了 结果怎么样 昨天的考试 我得了九十分 在这里 分是score 昨天 我买了一些香蕉 一共花了 一元 两脚 八分 在这里 分是coin 所以 在学习的时候 请大家分辨清楚 分的不同的意思 好的 我们再回到课文 请大家认真阅读课文 然后根据课文内容 判断下面的句子 是对还是错 第一个句子 大卫和他的弟弟 长得差不多 课文里 朋友说 那个拿着碗吃饭的人 是你哥哥吗 他和你长得真相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里 大卫是有一个哥哥 而不是一个弟弟 所以这个句子 大卫和他的弟弟 长得差不多 是 不对的 应该是 大卫和他的哥哥 长得差不多 第二个句子 别人经常以为 哥哥是弟弟 课文里 大卫说 我们经常被别人认错 那么别人认错的时候 就有可能是把哥哥认成弟弟 或者把弟弟认成哥哥 那么别人经常以为哥哥是弟弟 这个句子就是正确的 第三个句子 只有他们的爸爸妈妈 才能分出来 哪个是哥哥 哪个是弟弟 课文里 大卫说 除了父母以外 还有我们自己也能啊 从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三个句子 是不对的 课文三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看课文四 首先来学习一下课文四的生词 请大家跟我读 解决 解决 解决是一个动词 means solve 解决的后面 常常跟的名词是问题 而这个问题 一般是指比较难的问题 比如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下面一个词 是 请大家跟我读 是 是 是 也是一个动词 means try 在生活里 是这个词 比较常用 比如说 我去商店买衣服 看见一件衣服 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 大小是不是合适 所以我要对营业员说 我能试试 这件衣服吗 我们在修理自行车 需要用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 不合适 我们换一个试试 我在做作业 遇到了一个难题 我不会做 我觉得这个题太难了 想让老师帮我来做 老师会鼓励我们说 没关系 你试试 先自己做 下面一个词 真正 请大家跟我读 真正 真正 真正是一个副词 means really or truly 大家有很多的朋友 那么 哪些是真正的朋友呢 真正的朋友 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帮助你 我们大家也都希望自己快乐 那么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在我们的内心 学完了生词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这篇课文不是对话 而是一段短文 a short passage 我们先来听一听 年轻人遇到难题 常常很着急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 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有些问题看上去很难 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 所以 得试着做做 有些问题看上去 虽然简单 但是解决起来 难极了 所以 只有真正 做事情的时候 才能了解 有多难 不过 我们一定要相信 多么难的问题 都会被解决的 这篇短文 告诉了我们 年轻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我们来一起读一读 请大家跟我读 年轻人遇到难题 常常很着急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 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有些问题 看上去很难 但是做起来非常简单 所以得试着做做 有些问题 看上去虽然简单 但是解决起来 难极了 所以 只有真正 做事情的时候 才能了解 有多难 不过 我们一定要相信 多么难的问题 都会被解决的 读完了课文 请大家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年轻人遇到问题时 该怎么办呢 应该试着做 只有真正做事情的时候 才能了解 有多难 第二个问题 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 所有问题吗 对 是不可以的 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第三个问题 面对困难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一定要相信 多么难的问题 都会被解决的 所以 面对困难时 我们要有信心 这一刻 我们学习了背字句 还学习了四篇课文 请大家用这一刻 新学的语言点和词汇 描述下面的图片 Please describe the picture with the words we learned 第一幅图片 一个孩子 和他的 应该是妈妈 发生了什么呢 把你的手机 借给我 我玩会儿游戏 我的手机 什么 这一刻 我们学到了背 那我的手机 背什么 我的手机 被妈妈 拿走了 考试以前 不能玩了吧 是的 她说 只有考得好 这一刻 我们还学习了 只有才 那么 只有考得好 才什么呢 只有考得好 才能把手机 还给我 下面一幅图片 妈妈 我那件 白色的衣服呢 刚刚 刚刚被我 被我洗了 你今天要穿吗 是啊 我要去参加晚会 只有那件衣服 才让我 那件衣服 让我怎么样 应该是更漂亮吧 对 只有那件衣服 才让我 看起来 很漂亮 你穿那件红色的 也很好看 请大家注意 在做这个对话 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看前边和后边的句子 第三幅图片 你的信用卡呢 信用卡去哪了 被孩子拿走了 因为这幅图片上是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信用卡 所以是被孩子拿走了 孩子拿走你的信用卡 你不担心啊 信用卡 只有大卫拿着 我才 我不担心孩子拿信用卡 但是我担心大卫拿信用卡 所以信用卡 只有大卫拿着 我才不放心 下面一个 快到春节了 你不想出去旅游吗 想啊 但是只有买到飞机票 旅游的时候 是需要飞机票的 买到飞机票 才能去旅游 现在飞机票很贵吧 对 便宜的机票都被大家 大家都想买便宜的机票 但是机票的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便宜的机 机票都被大家买光了 没有了 关注我们 让中文学习变得轻松又简单 下几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